我们继续来讲Determinant 上周我们就是讲了Determinant这个东西怎么计算 所以你要记一下这个Covector Expansion这个公式 那这样给你一个Determinant 给你一个Matrix 你就可以计算出它的Determinant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Determinant的一些性值 那我们上周最后结束在这页头影片 告诉大家说Determinant 这个数字 Determinant就是给你一个Matrix 你可以算出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叫做Determinant 这个Determinant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Determinant可以视为是高维空间中的一个体积 那我们先用你高中时候就学过的2乘以2的Matrix 跟3乘以3的Matrix来举例 你现在有一个2乘以2的Matrix 那你其实直接套公式 你可以算出它的Determinant 那其实高中的时候 你就有学过说 其实我们现在把这个2乘以2的Matrix的两个Row拿出来 把这两个Row就当做平行四边形的两个边 那用这两个Row形成的平行四边形的两个边 所形成的这个平行四边形呢 它的体积就是 它的面积呢 就是Determinant的绝对值 这边要取一个绝对值 因为Determinant可能有正有负 但是面积一定是正的 所以Determinant取绝对值 会变成两个Row所形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那可能是说 那正名呢 正名就不讲 我随便Google一下就发现说 高中的教材是由我讲过这个东西的 那3乘以3的Determinant 3乘以3的Matrix的Determinant呢 你就把3乘以3的Matrix的三个Row拿出来 这三个Row呢 就变成一个立方体的三个边 A1 A2 A3是一个边 A4 A5 A6是一个边 然后A7 A8 A9是第三个边 这三个边所形成的立方体 它的体积就是这个3乘以3的Matrix的Determinant 那Determinant有这三个性质 那In General而言 刚才讲的只是2乘以2 3乘以3的Matrix In General而言 不管你今天的N是多少 不管你今天要考虑的Matrix Size是多少 Determinant有下面这三个性质 第一个性质是Identity Matrix 它的Determinant就是1 这是第一个性质 第二个性质是 如果你把两个Row做交换 你只会改变它的正负号 你不会改变它的绝对值 你只会改变正负号 不会改变绝对值 只会改变正负号 不会改变绝对值 第三个是Determinant 它对每一个Row而言是Linear的 这边Linear我们加了一个双引号 因为它跟我们之前讲的Linear不太一样 等下会再解释说 这边所谓的Linear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是二维空间中的面积 或者是三维空间中的体积 等一下都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这个二维空间中的面积 三维空间中的体积 是满足上面讲的这三个Property 那其实这些Property 就是如果是体积或面积 它们是满足这些Property的 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说Determinant 因为它满足这些Property 所以它可以看作是像是高维空间中的一个体积一样 那事实上呢 你知道Determinant它的这个 式子Cofactor Expansion如此的复杂 那如此复杂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你甚至可以想成 其实是由这些Property推出来的 就是我们先定了这些Property 先定说我们想要有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有以下这三个Property 那再根据这三个Property 其实你可以推出Determinant 这样了解吗 就Determinant这个式子这么复杂 不知道怎么来的 但是如果你定义说有一个数值 你希望它满足 你希望对一个Matrix 找到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满足下面这三个Property 你可以推出Determinant Cofactor Expansion的式子 那我其实把一个相关的说明呢 放在Appendex里面 那这个跟这个课程内容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不细讲 你还是可以就直接背一下Cofactor Expansion的公式 好那你可能问说那这三个Property怎么证明呢 那你可以导音为果就直接说 根据Cofactor Expansion的式子 然后去进行翻计算 这三个Property就是成立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Property 就是Identity Matrix的Determinant一定等于1 那如果你是要从这三个Property 推出Determinant的式子 那就可以把这个Property当作是定义 我们就定义Identity Matrix的Determinant等于1 那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就是你直接拿Cofactor Expansion的式子 去检查每个Identity的Matrix 就发现说它的这个算材的Determinant呢 一定要等于1 好比例来说我们这边有一个2x2的Identity Matrix 那它的Determinant等于1 那这个2x2的Identity Matrix 如果你拿它来做一个 如果你拿它来做一个 如果你要既把那个Row拿出来 当作是平行四边形的两个边的话 那你会得到一个正方形 那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1 那如果你有个3x3的Identity Matrix 它的Determinant也等于1 那你可以把这个3x3的Identity Matrix 的三个Row 又视为是一个立方体的三个边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得到一个正立方体 那这个正立方体的体积呢 也是1 好所以Determinant的第一个Property是 Identity Matrix的Determinant等于1 好第二个Property是 如果你要把两个Row进行交换的话 那你只会改变你的正负号 而不会改变你的算出来的绝对值 那如果从Colfactor Expansion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就当作是定义 你可以把这个就当作是定义 那如果你说你不把它当作是定义 你想要从Colfactor Expansion公式推出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麻烦的 那这个证明呢 写在课本第三章最末尾的地方 我们上课就不信讲 有兴趣的话呢 你再自己看一下那个证明 好那我们这边呢 就只是说好我们就举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Identity Matrix 那它的Determinant我们刚才定义说 Identity Matrix Determinant呢就是1 好那现在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Identity Matrix的两个Row 做互换的话 那我们会得到-1 那你直接套Determinant公式 你就可以算出说呢 这个Matrix它的Determinant 是下面这个Matrix呢 它的Determinant是-1 那如果你从面积的观点来想的话 这件事情非常的合理 因为如果你只是把这个 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个Row 它们的顺序做调换 在Matrix中的顺序做调换 那你得到原来是同一个平行四边形啊 所以它们的面积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取决对值以后 你得到的Value 取决对值以后 你得到的数值应该是一样的 好那这边这是一个三乘以三的Matrix 三乘以三的Identity Matrix 它的Determinant等于1 如果我们只是把其中的某两个Row 做调换 那你会从1变到-1 如果我们把某两个Row做调换 我们把上面这个Matrix的 这两个Row再做调换 做调换得到下面这个Matrix 那本来是-1 那它的Determinant就会变成1 所以你把一个Determinant的Matrix 它的Row做调换 那你会把原来的Determinant的值 乘上-1 你会改变Determinant的符号 但你不会改变它的绝对值 好那从这个第二个Property 你就可以推出说 假设你有一个Matrix 它的两个Row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的Determinant就一定会是0 那这件事情就算没有告诉你这个Property 如果你知道说Determinant代表的就是体积的话 你其实可以轻易知道说 如果有两个Row是一样的 那它们的Determinant一定会是0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如果有两个 比如说有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的两个Row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平行四边形就变成一条线了 它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平行四边形了 或是假设你有一个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的其中两边居然是重合的 那这个立方体就 它就不是一个立方体了 它就变成一个面了 所以它的体积就变成0 所以如果从体积的观点来看 如果你们把Determinant视为一个体积的话 那如果有两个Row它是一样的 那这个Determinant的值就会变成0 或者是说假设第二个Property成立的话 你也可以从第二个Property推出这件事情 怎么从第二个Property推出这件事情呢 今天我们知道说 把某一个Matrix A 它的某两个Row进行调换变成Aπ 那假设原来Matrix A的Determinant是K Aπ的Determinant就会变成-K 但是我们又知道说 现在假设A有两个Row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调换的就是那两个Row 假设A的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一样 那我们现在做交换的就是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 假设A的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本来就是一样的 我们交换的就是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Aπ等于A 那既然Aπ等于A 那A的Determinant应该就要等于Aπ的Determinant 既然A的Determinant等于Aπ的Determinant 你要让K等于-K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K等于0 所以我们现在就学到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Matrix 它的两个Row是一模一样的 那算完Determinant以后 那这个Matrix的Determinant的值会是0 好那这是第二个Property 你把Row做交换 只会改变正符号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三个Property 那第三个Property呢 其实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三次A跟三次B 我们现在看三次A 那三次A说的事情是 假设我们把一个Matrix的Row乘上某一个直T 会等于把T呢 提到Determinant的外面 算原来那个Matrix的Determinant 也就是说你把某一个Matrix的某一个Row乘上T倍 那这个新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会是原来的Matrix的T倍 好那你要证明这个东西 其实也很简单 你可以套用Confect Expansion的公式 就可以直接证明这件事情 好那我这边呢 从面积的观点来告诉大家说 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假设你现在呢 把一个Matrix的两个Row 视为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边 然后呢 你把这个Matrix的某一个Row延长K倍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把Matrix的某一个Row延长两倍 这个时候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就变成原来的两倍 所以你把一个Matrix的某一个Row乘上T倍 那这一个新的Matrix Determinant 就是原来的Matrix Determinant 所以今天呢 假设有人问你一个问题说 有一个Matrix 2A 它会等于 Matrix A的Determinant的多少倍呢 Determinant多少倍呢 假设这个Matrix是T by T的一个Matrix的话 假设这个Matrix是N by N的一个Matrix 我们现在把这个Matrix乘上两倍 那它的Determinant会变成原来的多少倍呢 举例来说 假设今天N等于3的话 假设今天N等于3的话 那我们A是一个3乘以3的Matrix 然后把A乘上两倍 那它Determinant会变成原来A的Determinant的多少倍呢 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想一下 我现在把Matrix A乘上两倍 你觉得Determinant会变成原来的两倍的同学举手一下 你会变成原来的四倍的同学举手一下 你觉得会变成原来的四倍 你觉得会变成原来的八倍的同学举手一下 有些同学觉得会变成八倍 你觉得会变成十六倍的同学举手一下 没有你觉得会变成十六倍 没错确实是八倍哦 这边应该是2的三次方 那我猜有些同学你觉得是两倍 是因为你被上面这个Matrix误导 上面是一个2乘以2的Matrix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A呢 是一个3乘以3的Matrix 假设A呢是一个3乘以3的Matrix 因为A是一个3乘以3的Matrix 那你现在在每一个Raw你都乘两倍 那有三个Raw 所以你乘了三个两倍 所以其实今天把A这个Matrix乘上两倍 变成2A 它的Determinant是原来A的Determinant的2的三次方倍 是2的三次方倍 所以以General而言 现在把一个N乘以N的Matrix乘上两倍 那它的Determinant是原来的2的N次方倍 所以这个跟一般的Linear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说一般Linear是Input乘2 Output就要乘2 但是Determinant 如果你把Determinant这个Operation 视为一个Function的话 这个Function其实不是一个线性的Function 因为你把Input乘两倍 Output会变成原来的2的N次方倍 所以这个Determinant这个Operation 它其实不是线性的 好 那假设今天在一个Matrix A里面 它的某一个Raw是0的话 那它Determinant会算出来是多少呢 那你可以从这三次A这个Property 很直觉的知道说 假设有某一个Raw是0 那它的Determinant算出来呢 就一定会是0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把0Raw 视为是把T设为0 而如果你今天把这个T的直设为0 这个T的直设为0 那你就可以制造出一个0的Raw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T带0 那Determinant会变成0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一个Matrix里面有0的Raw的话 它的Determinant就会是0 或者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举例来说 你可以从体积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今天你的平行四边形的 某一个边是0 长度是0 那它的面积就是0 如果你的立方体的某一个边是0 它的体积就会是0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个Raw是0 那你算出来Determinant就会是0 或者是你也可以从 Coffactor Expansion的角度来看 如果从Coffactor Expansion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任何Raw 去做Coffactor的Expansion 那如果你选择那个Zero的Raw 因为Zero的Raw它所有的系数都是0 那你用带入那个Coffactor的Expansion 你算出来 你算出来Determinant自然会是0 那这个是Linear的前半部 那接下来我们讲Linear的后半部 这个后半部这个三支B 它的性质是怎么样呢 它的性质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Matrix 这个Matrix是A加A'B加B'C'D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Matrix 拆成两个Matrix的Determinant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这个 A加A'B加B'C'D的Determinant 等于ABCD的Determinant 加上A'B'C'D的Determinant 那这件事情你可以直接从面积的观点来想 如果我们从面积的观点来想 是怎么样呢 我们本来有 这个A加A'B加B' 可以看作是AB这个向量 加上A'B'这个向量 这个绿色的箭头呢 是A'B'这个向量 那AB加上A'B'等于A加A'B' 那今天呢 如果我们要计算 这一个Raw 跟这一个Vector 跟这个Vector 所平行的 所形成的平行四边形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 AB跟CD所形成平行四边形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 A'B'跟CD所形成的平行四边形 那把这一块平行四边形 加上这一块平行四边形 会等于左边这个虚线的范围内的平行四边形 所以我们说 而这个蓝色的区域的这个平行四边形 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然后绿色的这个区域的平行四边形 就是这一块 它们两个相加呢 会是红色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今天呢 学到LINEAR的下半部 是我们可以把A加A'B' 加B'加B'放在两个matrix里面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是 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我们写另外一个式子 它是不成立的 就Determinant的A DETA加上DETB 并不等于DETA加B 并不等于DETA加B 我们说Determinant呢 它是对Raw而言是线性的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线性关系 它并不是 Determinant本身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方向 所以今天你把A加B做Determinant 并不等于A做Determinant B做Determinant 但是如果今天只有某一个Raw 只考虑某一个Raw 那它是线性的 如果你考虑整个matrix 它不是线性的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 你可以了解 上面这个式子跟下面这个式子 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思吗 上面这个式子是 上面这个式子跟下面这个式子 意思并不一样 如果你要把这个matrix加上这个matrix 下面应该会变成2C2D才对 但是今天并不是把这两个matrix相加等于它 它们只是某一个Raw相加而已 讲这边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呢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如果你在上面这个式子有怀疑 你就自己随便举个例子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Determinant A加Determinant B 并不等于Determinant A加B 但是下面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上面这个写法 上面这个式子 跟下面这个式子 它们的意思并不是一样的 它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讲这边大家有问题要问了吗 OK吗 好 那从刚才讲的这个特殊的Linear的特性 你可以知道说 假设我们把某一个Raw i乘上k倍 再加到第这个Raw 不会改变它的Determinant 我们说在ElementaryRaw Operation里面 有一个Operation 是把某一个Raw i乘上k倍 加到第这个Raw 你会发现说这个Operation 并不会改变你的Determinant 好 这件事情怎么证明呢 就我们假设把 我们今天就挣一个2×2的Matrix就好 我们把这个Matrix的 这个第一个Raw 乘上负k倍 加到第二个Raw 我们把第一个Raw乘上k倍 减掉第二个Raw 那你会发现说 跟原来的Matrix的Determinant 是一样的 那怎么做呢 我们就用一下 我们刚才学到的Determinant的性质 好 那跟我们刚才学到的Determinant的性质 你可以把C跟负ka 还有D跟负kB 拆到两个Matrix里面 所以ABC-KAD-KB 就变成ABCD跟AB-KA-KB 然后接下来呢 你会发现说 这边我们把某一个Raw都乘上了负k 把某一个Raw都乘上负k 把某一个Raw乘上负k以后 你是可以把负k提出来的 按照Determinant的特性 你可以把负k提出来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负k提出来 变成上面这项 等于Determinant ABCD 减掉K倍的Determinant ABAB 那Determinant ABAB 它的这个值是多少呢 值是多少呢 那我们刚才说 如果有两个Raw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的Determinant就会是0 所以Determinant ABAB 它的Determinant是0 所以可以消掉 所以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今天把某一个Raw乘上k倍 加到另外一个Raw 或减到另外一个Raw上去 那我们得到的Determinant跟原来是一样 好 所以如果我们回想一下Elementary的Raw Operation 我们知道Elementary的Raw Operation总共有三种 第一个是交换Raw 如果交换Raw的话 Determinant是乘上-1 然后第二个呢 是某一个Raw乘上k倍 那如果Determinant的话会乘上k倍 第三个呢 是把某一个Raw乘上k倍 减掉另外一个Raw 那对Determinant来说 它是不变 好那讲完Determinant的三个特性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假设有一个Matrix 它是一个Upper Triangular的Matrix 所谓Upper Triangular的Matrix 意思是说呢 它只有在对角线以上有值 对角线以下的部分呢 通通都是Zero Matrix 那我们知道说算Determinant这件事情 In general而言 给你随便一个Matrix 要算Determinant 你要之后 Corefactor Expansion是有点麻烦的 但是假设有一个Matrix 它是一个Upper Triangular的Matrix 那你要算出它的Determinant 就容易多了 那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每一个对角线上的值 通通用Elementary的Raw Operation 把它消掉 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DN乘上某一个数值 然后你就可以把放在右上角这个值消掉 所以你可以把DN以上所有的数值都消掉 所以你可以用ElementaryRaw Operation 把对角线以上这个三角形的区域里面的 所有的数值都让它变成0 你可以用ElementaryRaw Operation 你可以用某一个Raw乘上K倍 减掉另外一个Raw的方式 去把对角线以上的这个三角形的区域里面的值 通通都让它为0 而不会改变Determinant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算U的Determinant 等同于是把U的上半部 对角线以上那个三角形的值 也都变成0以后 再去算Determinant 那如果叫你算一个Diagonal的Matrix 也就是说只有对角线有值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 其实是比较 其实是非常好算的 一个对角线有值的Matrix 它就是把所有的对角线的值全部乘起来 就是它的Determinant 就假设今天有一个Diagonal Matrix 它对角线的值就是D1D2一直到Dn 那它的Determinant就是D1乘到Dn 好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证明呢 怎么知道一个Diagonal Matrix 它的Determinant就是对角线的值相乘呢 那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 直接套Coffector Expansion的公式 那你会发现说你把对角线的值乘起来 就是Determinant 另外一个理解的方法是 你可以想成这个Diagonal Matrix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对角线的值是D1到Dn的Diagonal Matrix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把一个Identity Matrix的第一个Raw乘上D1 第二个Raw乘上D2 一直到Dn个Raw乘上Dn 你把第一个Raw乘上D1 第二个Raw乘上D2 一直到Dn个Raw乘上Dn 然后我们刚才讲说 如果你根据这个Determinant的Linear的特性 那它不是就再强调一下 它不是一般的Linear Determinant这个把Determinant视为一个Function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Linear的Function 把Determinant刚才讲的第三个Property把它拿出来 你会发现说 今天一个Identity Matrix 它等于是第一个Raw乘上D1 第二个Raw乘上D2 第二个Raw乘上Dn 会变成这个Diagonal Matrix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Diagonal Matrix里面的D1到Dn提出来 剩下Identity Matrix 那我们知道Identity Matrix Determinant是1 所以Diagonal Matrix它Determinant 就是对角线的值相成 就是Diagonal Matrix Determinant 好 所以今天假设有一个Matrix呢 它是Upper Triangular的 或是从里Lower Triangular也是一样 假设有一个Matrix呢 它是只有对角线以上有值 对角线以下有值 那也可以轻易地算出它的Determinant 好 那接下来呢 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一个Matrix呢 它是Invertible的 那弱且为弱呢 它的Determinant不等于0 也就Determinant不等于0这件事情 跟A是Invertible这件事情是整价的 那怎么说呢 假设有一个Matrix A 我们对它做Elementary Raw Operation 把它变成Matrix R 那Matrix A的Determinant跟Matrix R的Determinant 它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说 三个Elementary Raw Operation 和Determinant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你今天把两个Raw交换 你只会改变正负号 如果你今天乘上一个Scale 你做Scaling这件事 那你只会把Determinant乘上原来的K倍 如果你今天做Add Raw这件事 把某一个Raw加给另外一个Raw 那你不会改变Determinant 所以今天在Elementary Raw Operation里面 你只是反复的做这下面这三件事 所以今天Determinant A 跟Determinant R之间的关系 会变成说 你只要把Determinant A 乘上一堆的K 再乘上不知道是正号还是负号 你就可以得到Determinant R 比如说在这个 在把A变成R的这个 找这个Reduce Raw H2 Form的过程中 如果你有做Exchange Raw 那Determinant不变 如果你有做Scaling 那就乘上K倍 如果你今天有 当然说错了 如果你今天是Add Raw 那Determinant不变 如果你今天有做Scaling 那就乘上K倍 如果你有Exchange Raw的话 那就会转换正负号 那如果你今天Exchange Raw的次数 是偶数的话 就比如说你Exchange Raw两次 那就负负得正 那如果你今天Exchange Raw三次 那你就要在Determinant A前面 乘上负号 那Scaling的话呢 就是乘上K倍 就是乘上K倍 好 所以我们知道说呢 A的Determinant 跟它的Reduce Raw H2 Form之间呢 有涂上这样子的关系 好 那所以假设A是Invertible的 那意味着A的Reduce Raw H2 Form是Identity 那我们知道一个Identity Matrix呢 它的Determinant等于1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正说呢 A的Determinant是不等于0的 因为假设A的Determinant等于0的话 那Reduce Raw H2 Form的Determinant 就不可能是等于1 那为了让Reduce Raw H2 Form的Determinant等于1 那Matrix A的Determinant呢 就不可以为0 好 那如果A呢 它不是Invertible的 如果A不是Invertible的话 它的Reduce Raw H2 Form是什么特性呢 我们知道说 A如果不是Invertible的话 那它的Reduce Raw H2 Form 就会有0的Raw 就会有完全是0的Raw 那如果一个Matrix 有完全是0的Raw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刚才讲过说 如果一个Matrix 有完全是0的Raw 那它的Determinant算出来呢 就会是0 那如果R的Determinant算出来是0 那A的Determinant就一定要是0 那算出来R的Determinant呢 才会是0 好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Invertible这件事情 又等于Determinant 不等于0这件事 那我们之前在讲Invertible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说 有这么多这么多事情 都跟是不是Invertible 是Equivalent 那现在呢 我们又多收集到一条式子 这条式子就告诉我们说 假设我们想要检查一个Square的Matrix 它是不是Determinant 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是计算这个Matrix的Determinant是多少 那如果Determinant算出来不等于0的话 那这一个Matrix呢 它就是Invertible 那这个是Determinant 那这个是Determinant 蛮常用的一个应用之一 就是拿来检查一个Matrix 它是不是Invertible 所以今天呢 在课本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有一个Matrix A 这个Matrix A的其中的值呢 被重铸掉了 你本来把它写在纸上啦 后来那个值呢 就被重塑了一个动 所以呢 今天这个三乘以三的Matrix的某一个值呢 你不知道它是多少 假设我们知道说 这个Matrix A是Noninvertible的 那我们这个值呢 C应该要填多少呢 假设这个Matrix A 它是不能invertible的 它是Noninvertible的 那这个Matrix C要填多少 Can not让这个Matrix 是Noninvertible的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讨 当然是不是invertible的定理有很多啦 但是其他的那个东西拿来检查 拿来帮助你算C的话 感觉不太容易 那最容易的就是 检查Matrix A的determinant 是不是0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如果一个Matrix是Noninvertible的话 那它的determinant呢 就必须要等于0 所以你今天呢 就算出Matrix A的determinant 然后呢 再想办法让它的determinant变成0 怎么算Matrix A的determinant呢 怎么算Matrix A的determinant呢 你就套一下 Matrix的公式 你就套一下公式 那我们知道说三乘以三的Matrix 高中的时候 你一本是学过一个公式的 determinantA的公式呢 就是1乘0乘7 然后负1乘c乘2 负1乘c乘2 然后2乘负1乘1 然后2乘负1乘1 然后再减掉2乘0乘2 减掉2乘0乘2 减掉负1乘负1乘7 减掉负1乘负1乘7 再减掉1乘1乘c 减掉1乘1乘c 然后再整理一下以后 你就算出负3c 减9 那像负3c减9等于0 这样这个MatrixA呢 它的determinant等于0 那它就是non-invertible的 那你就知道说 c呢 如果我们今天带负3的话 如果这个c呢 带负3的话 这个Matrix就会是non-invertible的 如果带其他的值 负3以外的值 比如说带负3.1 那它就会是invertible的 好那determinant呢 有更多的property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只是快速的带负 就不证明 那你其实可以在课板上呢 找到这些东西的证明 好那MatrixA乘B的determinant 等于MatrixA的determinant 乘上MatrixB的determinant 这个东西满神奇的 A乘B的determinant 会等于A的determinant 乘上B的determinant 那要注意一下 像我们刚才有讲说 A加B的determinant 就不等于A的determinant 加上B的determinant 那这个东西 你可以轻易的带一个例子进去 就会知道说 蓝色框框里面的这个式子 是不成立的 但神奇的是呢 determinantA乘以B 会等于determinantA乘以determinantB 在课本上呢 你可以在课本上呢 找到相关的证明 好那借由这个式子呢 借由上面这个定理呢 我们其实又可以推出 A inverse的determinant 为什么 我们知道说 A inverse乘以A 等于identity matrix 那因为上面这个定理 所以我们知道说 A inverse的determinant 乘上A的determinant 会等于identity matrix的determinant 而identity matrix的determinant 等于1 所以今天呢 A inverse的determinant 乘上A的determinant会等于1 所以A inverse的determinant 会等于1除以A的determinant 所以这又间接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如果一个matrix 要invertible A inverse存在的话 那A的determinant 一定要不为0 一定要不为0 因为A的determinant不为0 那个1除以determinantA 才会成立 这样才算得出A inverse的determinant 这样才有A inverse的determinant 那如果今天要你求 A平方的determinant 怎么算呢 我们知道说 A平方就是把A乘两次 所以A平方determinant 就是determinantA乘上determinant A等determinantA的平方 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性质就是 A的transpose的determinant 虽然是等于A的determinant的 这件事情也是蛮神奇的 一样我们也不振这件事情 你可以就 就是一个定理就是了 A的transpose的determinant 等于A的determinant 那因为有这个定理 所以我们刚才说 如果有一个rule是0 那这个matrix的determinant 就会是0 那它同样可以 apply到colin上面 如果有一个colin 都是0 那这个matrix的determinant 也是0 那我刚才讲过说 同样的role 如果一个matrix 里面有两个一样的role 那它的determinant 就会是0 同样的有两个一样的colin 它的determinant 也会是0 好 那讲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呢 如果没有的话 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就来讲一下 Cramer's rule 那在讲Cramer's rule之前 如果按照课本的讲法 它是先 正了Cramer's rule 再根据Cramer's rule 找出matrix A的一个 matrix A inverse的一个 根据determinant 定义出来的一个公式 但我们这边是反过来 先讲A inverse的公式 那M inverse的公式 你不需要Cramer's rule 也可以证明 你先证出A inverse的公式 那Cramer's rule呢 就是显然成立了 好 所以我们先来告诉你说 A inverse 我们之前告诉你说 要找A inverse 要怎么做 你要做 reduce raw H的form 一般你在找M inverse的过程 你都是用 reduce raw H的form 但是A inverse呢 有一个现在比较少用的 你可以说是公式解的东西 是跟determinant有关的 那事实上A inverse 它等于C的transpose 除掉A的determinant 这个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A的determinant呢 它是一个scalar 那注意一下 因为这边呢 A inverse是存在的 所以A的determinant呢 一定不等于0 所以1除以A的determinant 这个第一项呢 它是成立的 它不是没有定义的 好 那这个C这个matrix 是什么东西呢 C这个matrix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 covector 之前的时候 不是说每一个matrix的element 都对应到一个covector吗 都对应到covector 你把所有covector收集起来 因为本来N乘以N的matrix 你就有N乘以N个covector 你把这些covector收集起来 排成一个matrix 这个matrix 你把它做transpose 放在这边 所以这个C 就是所有的covector 所形成的matrix 这个C的transpose啊 它是有名字的 它叫educate of A 它叫做 又或者是缩写成ADJA 那又叫做这个伴随矩正 好 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假设一个matrix A 它是ABCD 那它的determinant呢 我们就背一下determinant的公式 是AD呢 减掉BC 那它的这个covector 所形成的matrix 它的educate 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我们来算一下 假设这个C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把ABCD 它们的covector呢 通通都找出来 把他们covector 通通都找出来 那covector的公式 前面有讲过了 前面有讲过了 在covector前面呢 你会乘上一个正号 或者是乘上一个负号 那你要乘正号 还是乘负号 取决于它的index 取决于它的index 也就是i加j 你会乘上一个负1的i加j四方 所以呢 今天 在这个位置 它的index是e 所以这边是乘1 所以是放个正号 这边是放个正号 然后这边是放个负号 这边是放个负号 那这个其实也很容易记 你就把正号或负号交替的摆就行了 然后呢 接下来A的covector 这边就是放D 我就放D 我就放D的determinant 我就放D的determinant D 这个只有一个element D所形成的 measure它的determinant 就是D 这边放A 这边放C 这边放B 好 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你再把C的transpose算出来 然后你把C的transpose 除掉determinant 你就会得到A inverse 这个是一个matrix的 inverse的公式解 如果是三乘以三的matrix 也是一样 这边我们有一个三乘以三的matrix 要算它的inverse怎么做呢 靠一下右上角这个公式 而套用一下这个educate的matrix 所形成的这个公式 好 那你先算出A的determinant 先算出这个前面这个常数项 A的determinant呢 就怒算一发 就把它算出来 好 那C呢 这个educate的这个matrix 长什么样子呢 你先把正负号摆上去 先把covector的正负号摆上去 称号负号呢 就是交替板 然后接下来呢 再把这个比较小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算出来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要算这个位置 这边的determinant 那就是把这个roll 跟这个color拿掉 然后把EFHI这个matrix的determinant呢 把它算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这个matrix C 然后你就可以算出A inverse的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在实用上的 这个方法的实用性很低 为什么 因为讲这个很麻烦 这个绝对比你做reduce或A12 form还要麻烦 因为算A的determinant 本身就已经很麻烦了 算covector的时候 你又要算一大堆的determinant 所以三乘以三的matrix 你还勉强可以这么做 你会发现说 我们在座位二里面注教的程式 其实就是这么写 但如果是四乘以四的matrix 这样做就 就很麻烦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实作上 如果你要算matrix的inverse 还是reduceH12 form呢 是比较有效率的 比如考试的时候 叫你算哪一个matrix 随便拿一个matrix出来说 叫你算inverse 也许 你可以做reduce或A12 form 那你也可以背一下这个式子 但如果要问你的那个matrix 太大是四乘以四 你就不要套这个式子了 好 那用这个式子呢 你就可以轻易的 得 你 好 这边是想要 证一下那个式子 好 那这个要怎么证明呢 我们就秒证 怎么秒证呢 就只要这个式子成立 只要A乘以C的 transpose 会等于A的determinant 乘上identity matrix 就结束了 假设这个式子成立 假设这个式子成立 你把这个式子两边呢 都乘上A inver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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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乘在右边 应该乘在左边 乘上A inverse 就可以得到右上角的那一个公式 就可以得到右上角的公式 好 那怎么证它呢 怎么证它呢 这个太容易了 式子列出来 看看左右两边是不是相等的 你把matrix A写出来 你把C的transpose写出来 这个determinantA乘上identity matrix 意思是说 这个matrix呢 在diagonal的地方有值 它的值都是A的determinant 我们先来看diagonal的部分 对不对 diagonal的部分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 举例来说 把matrix A的第一个roll 乘上matrix C的第一个column 我们就会得到 diagonal matrix的第一个值 而这个roll乘上这个column 这个roll乘上这个column 会等于A的determinant吗 会等于A的determinant 为什么 这个就是determinant的定义 这个就是cofector expansion的式子 不是吗 你把A11乘上C11 一直加到A1N乘上C1N 这就是determinant的公式 就是cofector expansion的公式 所以今天对角线的部分 都是成立的 比较难想的是 不是对角线的部分 为什么是0呢 不是对角线的部分 为什么是0呢 这边 我们就试着很快下课了 我们就很快地讲过去 看看你能不能够体悟这样子 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matrix 我们今天把它的第二个roll 跟matrix CR 它的第一个column相成 第二个roll跟第一个column相成 那这个显然不是cofector expansion的定义 那我们怎么把它变成cofector expansion的定义呢 我们怎么把它变成cofector expansion的定义呢 假设第一个roll跟第二个roll它们是相等的 假设第一个roll跟第二个roll是相等的 那你把这个roll乘上这个column 就会变成是现在这一个matrix的determinant 但是这个matrix因为它有两个roll是相等的 所以它的determinant就会是0 好那讲到这个部分你没有办法听得很懂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算是超出考试范围的东西 它其实是不太可能会考这个东西的 好那有了matrix A的inverse的公式以后 你就可以解Cremers rule 就可以知道Cremers rule Cremers rul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我们之前说这个ax等于b 如果a是invertible的话 我们可以写作x等于ainverse乘以b 我现在可以进一步把ainverse 用这个东西把它带进去 把它带进去 把它带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x等于这个样子 等于determinant的a分之1c的transpose乘上b 接下来你可以把x的每一项分别求出来 把x的每一项分别求出来 你就会发现说 x的每一项它都有一个determinant a分之1 然后它的分子的地方 就是c的transpose乘上b c的transpose乘上b的值 可以视为是有一个特别的matrix叫做b1 这个特别的matrix它就是把原来matrixA的第一个colon 换成我们的b 把原来matrixA的第一个colon换成b再寻determinant 就会是ctranspose的第一个roll乘上b的值 你可以自己回去check一下说这件事情是否成立 那cramus rule呢 实用性比较低啊 因为你知道cramus rule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解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啊 但是你在真正在解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的时候 你其实是算reduce做h的form 你并不会带cramus rule 因为它还要求determinant 它是比较麻烦的 它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根本不会用这个东西 所以它的实用性呢 就比较低 所以我们就很快